大家好 这里是安波华语足球快讯2023年6月17日 周六凌晨 国有赛迎来一场焦点战 波兰将面对德国 德国近期友谊赛进攻火力明显优于波兰 而且他们亦将对后防座出调整部署 此番面对纸面实力不及挤兑的波兰 德国可以看高一线 波兰在卡塔尔世界杯的战机比德国更好 当然这部分原因是德国近年的动荡导致竞争力下滑 另外波兰所在的小组难度也并不算高 拥有封霸罗巴利云渡夫斯基的波兰甚至以为在世界杯能走得更远 但无奈遇上未免冠军法国 波兰十六强战就被打回原形 虽然罗巴利云渡夫斯基曾经在德甲征战了很长时间 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单枪匹马就能攻破德国防线 在整体阵容比不上德国的情况下 波兰踢防守反击才是正路 值得一提的是 罗巴利云渡夫斯基遭遇了四场国家队的入球荒 上仗与阿尔巴尼亚的欧国外比赛中 波兰靠卡来施维达斯基攻入全场唯一入球才笑到最后 示意与进攻能力已经恢复的德国较量 波兰还是寄望输少当赢 2024欧国杯将在德国进行 作为东道主 他们绝对不希望主队表现失准 否则作为世界传统强队 德国将颜面尽失 而尴尬的是 最近三届大赛中 无论是2018世界杯 2020欧国杯 还是2022世界杯 德国均未能取得理想成绩 2020欧国杯他们在16强被英格兰淘汰 就更不用提进两届世界杯 他们连小组都出不了线 主帅费利克接任后 德国战术打法有了一定变化 如今他们已经启用了云达布莱梅中锋 尼卡斯富古加 这大大保证了球队进攻火力 过去三场有一赛德国军场入球超过两个 其中尼卡斯富古加长常有波入 除此之外 车路式攻击首卡尔夏威斯 也是德国的进攻以仗之一 德国在千场纪念赛中3比3战和乌克兰 赛后队内不少球员认为失球基本是个人失误 与球队阵型无关 相信在赛后总结上 严谨的德国人必定对发挥不理想之处进行改进 在进攻有保证的情况下 只要改善了后防 德国金铺站波兰相信会很有把握 感谢您的收听